基隆和户安步道的节鱼坑段呢 已经完工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呢因为最近是夏天了 有很多蛇类都开始出没 因此呢在今天包括了 立委黄国昌服务处 还有市议员林一齐服务处人员 还有工所以及12区人员 都来到了现场进行会开 希望能够增设照明来看看现场状况 节鱼里段的户安步道 有许多民众反应 全长两三公里 完工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照明 所以民众从东河里走到节鱼里 就会发现变成黑鸭鸭的一片 民众都得自备手电筒行动 晚上很多人走的啦 高速没路上啦 尤其晚上走到危险 都有那个那个有蛇你知道没有 常常都给人家踏到 所以说很危险 所以说我希望有关单位 能够赶快帮我们拉个那个电灯 那整个路灯的部分 因为我们后面有一段 完全没有路灯照明 那所以夜间很多群众在这边行走 那经常会发现虫啦 蛇啦这些动物 那经常会去误触到会有危险发生 那所以今天整个会康 我们也决议 由我们养工处 由我们石河局来装设整个路灯 一张表示 户安步道早已经完工多时 也有民众来这里散步休闲 虽然步道走起来很舒适 环境也很清幽 但民众抱怨就是到了夜晚没照明 加上夏天到了 很多虫蛇类都会出没 民众常会因为太暗而雾彩 安全也令人堪忧 他们今天的课长亲自雨勘 当然也就答应了 这个照明设施会帮我们处理 但是后续的一些维护 以及那个电费 那就希望我们公所地方上来帮忙 那至于路数的保养 还有割草 现在台风刚过 然后很多路数的倒塌 那么因为我们石河局呢 管理课有一笔经费给水养课 水利局的水养课 那么当然我们也会督促议员这方面 帮我们稍微加紧脚步 请他们来处理 立委黄公昌服务处表示 今日邀请石河局到现场 针对照明需求提出说明 石河局也与诺会尽快施作照明设备 另外路数倾倒多时 也将责成全责单位 尽快扶正或轻运 以免影响到市中警官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